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与鱼 三年前 金圈一众大佬的一场聚会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苗苗被冯小刚憋着光脚跳舞 陈道明当场爆粗口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苗苗后来怎么样了呢 2018年 一众金圈大佬进行了一场聚会 冯小刚 葛优 陈道明 张燕等人都悉数到场 聚会最开始的时候 场上的气氛非常活跃 陈道明坐在一架钢琴旁 行云流水地弹着伴奏 张燕站在一旁动琴演唱 旁边还有其他人帮着打拍子 等张燕异曲唱完之后 在场响起一片叫好的喝彩声和掌声 但这个时候 一旁的冯小刚也兴致高昂 十分开心地提议 让自己指导的电影 芳华女主角的饰演者苗苗 当众跳一支舞 听到冯小刚的这番话 一旁的苗苗站在钢琴旁边 有些无措 面露犹豫之色 双手也紧张的 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当天苗苗正好穿着高跟鞋 说实话并不方便跳舞 再加上 她原本就是个性格内向的姑娘 在这么多人面前 根本抹不开面子跳 但自己在演艺圈 一直是个小透明 在场的大多 都是纵横演艺圈多年的大佬 就算不愿意跳 她也不敢说出来 也许是看出了她的犹豫 也许是想她出头 正在她不知所措之际 陈道明笑着对冯小刚说道 小刚我觉得人丫头呢 第一她穿着高跟鞋 作为演员 这种跳舞是挺不方便的 但陈道明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人打断 别画别画就行了嘛 先是被人打断 再又听到这句话 陈道明顿时就生气了 顾不得以往的好修养 直接就对着此人抱了粗口 你没看过跳舞啊 被吼了的那个人 面子有点糟不住 立马回了句 这不是歌喜欢吗 这人的话一落 其他想看热闹的人就开始起哄 冯小刚随即就说 让淼淼脱了鞋光脚跳 说完她还又补充了句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为什么选上淼淼演芳华的女主角 我特别想让大家看 见冯小刚这么坚持 陈道明也不好再说什么 随即就坐在钢琴前 为淼淼伴奏 就这样淼淼脱掉了鞋袜 当着众人的面 在现场表演了一段舞蹈 身姿婀娜舞姿动人 看着现场所有人拍手叫好 但这段视频曝光之后 却让冯小刚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很多人都质疑起了冯小刚的人品 认为冯小刚不近人情 硬要逼着淼淼当众光脚跳舞 完全是将淼淼视作了 取乐众位大佬的舞女 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人夸赞陈道明的做法 认为她不愧享有得意双心的美称 不过也有人认为 冯小刚完全是为了提携淼淼 正是考虑到淼淼性格内向 事业也一直不温不火 所以冯小刚才想让她在 一众金圈大佬面前露露脸 通过展现不俗的舞蹈功底 让更多的影视圈大佬 发现淼淼的闪光点 这样淼淼日后就不愁没有好的资源了 虽然网友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但冯小刚还是因为这件事名声受损 后来网上还一度传出 淼淼因为这件事火速退圈的消息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事实上在淼淼跳完后 葛优也立马要现场表演一番 她直接来了句 我也是演员 我也跳个舞 说完还真就像模像样的跳了一会儿 葛大爷就是葛大爷 凭借着她的幽默风趣 现场原本有些尴尬的气氛 彻底被她的幽默风趣所化解 而且根据现场冯小刚对淼淼的态度来看 她确实是想要提携淼淼的 2018年《芳华》上映后 最终以14亿票房圆满收官 成为那一年影片中的翘楚 导演冯小刚也凭借着此片完成了与怀疑兄弟的对赌协议 可以说能够实现这一切 芳华女主角何小平的饰演者苗妙功不可没 而凭借着芳华这部电影 苗妙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奖 从娱乐圈的小透明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演员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 冯小刚和苗妙是互相成就 苗妙能够将何小平一角演绎的深入人心 与冯小刚的调教分不开 据悉当初在芳华开拍之前 冯小刚就让所有的演员全部进入剧组 并从始至终全部人孤立苗妙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帮助苗妙更好的感受何小平的孤独 真正和人物融为一体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影片中 苗妙和何小平完全就是一个灵魂一个个体 而苗妙也因为入戏太深 在杀青的庆功宴上依旧无所适从 觉得自己和剧组其他人格格不入 一直到杀青一个月后 她才彻底从戏中走了出来 不过生活中的苗妙本身非常安静 她能够遇见何小平这个角色 既是机遇也是必然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苗妙从小就学习舞蹈 高中毕业后 凭借着优业的成绩 考入了全国数一数二的舞蹈院校 北京舞蹈学院学习5.5专业 在校期间就搭档江山静东 出演了个人首部作品 《谁在说谎》等影视剧作品 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 总政歌舞团工作 但后来因为气概受伤 她不得不将精力投入到演艺事业上 她还和赵丽颖出演过《楚桥传》 但始终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演艺事业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2017年 当时得知芳华正在选会跳舞的女主角时 苗妙心念一动 立马递交了自己的履历资料 为了能够顺利通过面试 苗妙在家又重新练习了很久的舞蹈 在她面试的时候 剧组已经删悬掉了5000多人 但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出演的何小平的合适人选 面试当天 苗妙按照剧组要求没有带装 扎了一对和何小平一样的双马尾 穿着宽松的军服裤子 和一件略微有些不干净的衬衫 看到她的第一眼 导演就看中了她身上 与何小平如出一辙的气质 在看过她的舞蹈功底后 最终剧组直接定下了她出演女主角何小平 在芳华圆满收官后 冯小刚对苗妙的提携之意非常明显 2018年2月15日 大年除夕那天 冯小刚还专门邀请苗妙去家里 随后冯小刚还特意晒出了苗妙和她 以及徐帆三人一起包饺子的照片 还只叶苗妙和徐帆长得很像 这也就不难理解 后来冯小刚为何在金娟大佬的聚会上 让苗妙当场跳舞露脸的举动了 那么经历过这件事后 苗妙后来怎样了呢 从2018年至今 苗妙一直活跃在饮食圈 只不过为人非常低调 唯一高调的一次 就是2020年5月21日13点14分 郑凯卡点高调官宣婚讯 并晒出了结婚照 而新娘子正是苗妙 郑凯和苗妙第一次合作 是在浙江卫视 两人合唱了一首《带你去旅行》 演唱时苗妙总是偷瞄郑凯 这事还引起过热议 所以爱与不爱真的藏不住 一个眼神就能看出来 演出完后 苗妙晒出和郑凯的合照配文 赫颜你好 终于见到本人了 语气就像是追星成功的小粉丝 郑凯也及时回复 称呼宠溺又亲密 当时就有网友猜测 他俩关系不一般 直到2019年被拍到去妇科检查 两人的恋情才真正浮出水面 据说郑凯和苗妙在一起是冯小刚牵线作媒 郑凯和冯小刚是老熟人 合作过四人定制 苗妙是冯小刚力捧的冯女郎 同样都是冯小刚欣赏的年轻演员 还都单身 冯小刚干脆组局撮合了他俩 为影片宣传时 苗妙同样满眼桃花的看着郑凯 喜欢和欣赏呼之欲出 不能说程小月不好 只能说苗妙更适合郑凯 两人结婚后火速怀孕生子 原本花名在外的夜店小王子 也变成了炫妻狂魔和女儿奴 现在的郑凯 不仅事业有成 更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称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